好 雖然說朱立倫當選了 可是你要看那個票數 我們在期待說 他是不是能夠至少要過五成 沒辦法 所以這個問題呢 變成你要看 深藍這一塊對朱立倫 真的有那麼樣的欣賞嗎 抱歉沒有 還有呢 可能會有分裂的這一個危機 然後我們看的是 朱立倫他這個就任黨主席之後 整合修補就是一大難題 包括剛剛有提到說 是不是要重用張亞中等等 也會順勢影響到的是 接下來二零二 還有二零二次的選舉 我們一起來看 並不是那麼支持朱主席 他如何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能夠對接受朱立倫主席的領導 我想這對他來講 也會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怎麼成何國民黨成了朱立倫上任後 首要面對的難題 畢竟這回深藍力挺炸中 黃復興黨部分裂不再堅挺誰 而朱立倫跟江啟成 更因為氣飽撕破臉 朱立倫雖然一向以主之戰為傲 卻只能大打王黨趕 甚至選到全黨救他一人 雖然贏了也被認為贏得不好看 換柱是朱立倫心中永遠的痛 但是也是不能避免的痛 所以他擔任了黨主席之後 他要如何去領導 這一波對他整個做法不滿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他是跟所有的地方諸侯求救 在地方諸侯的心目中 他就不是一個強勢的母雞 爭取能夠整合黨內所有的力量 我想這可能恐怕要在兩三個月之內 就要完成 要是沒有完成的話 不會延對於明年所有的時序 跟二零二的九合一選舉 都有重大的影響 朱立倫選前八下豪雨 二零二二目標十六席 六都過半否則下台 然而藍軍陷入分裂困境 如何爭團結以免再屯敗 是朱立倫首要考驗 三地新聞李政到陳映豪 台北超早 好 選戰的操盤 那是選戰的那一塊 不過我們來講說兩岸正一個部分 剛剛也吵了一片 那廷偉老師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 我先請教 你看到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現在都還蠻存疑的 到底國民黨他的兩岸路線是什麼 以及他的國際路線是什麼 是親美合中 然後你說大家會相信嗎 還是說他親美反共過去曾經喊過的反共 會有可能走到那個路線去嗎 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朱立倫他現在就是沒辦法把票衝得太高 以至於壓倒性的這個壓住張亞中或是江啟成這一邊 也就是說代表說朱立倫他在國民黨內的他的兩岸政策的方向 未來有可能會被某些派系拖著走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憂的部分 雖然說朱立倫他一直在表達說 未來他可能是採取一個親美的路線 但是實際上你從他二零一五年一月當選這個國民黨主席之後 後來的連續的一些做法 包含說他一直想要恢復這個兩岸國共論壇的這個概念 他這個國民黨跟共產黨的經貿論壇 但是叫做國共論壇 但是後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終於表態了說什麼九二共識 結果五月的時候跑到北京的時候 竟然講出了兩岸同屬一中這種話 那所以也就是說 但是那時候好像又框住北京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說大家北京認為說朱立倫是要選總統的 結果後來變成住住姐上來了 結果後來又換了一個換住的一個戲碼 這讓北京來講的話對他來講 這一號人物事實上 這個北京也是一個蠻頭痛的一個人物 所以我 而且他是AIT認證的 對AIT的那個很多電報當中都有提到說 過往來講 他跟AIT的官員見面的時候 都會洩漏一些消息 然後讓這個AIT的官員 能夠把這個電報拍回去 這個危機解密裡面都寫得非常清楚 但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接下來朱立倫這樣當選 國民黨主席之後 北京會不會派賀電 我覺得第一個時間可能要看北京會不會派賀電 第一時間是說今天就要等到 還是明天也算第一時間 看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會不會派賀電 但是我覺得因為現在整個兩岸的歧視走到這個地步 那再加上美國 而且朱立倫自己喊出要親美 未來要走親美路線的情況之下 這個中共可能要再看 中國要再看他的這個表態 他如果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表態 或者是說待會他或者是說他這個什麼當選敢言當中提到了一些這個相關的一個事務的時候 就是說對於這個兩岸的政策立場表態的時候 這時候北京才有可能給他一封完整的賀電嘛 你看到那個江啟成當選的時候北京哪一個賀電都沒有 然後這個國民黨的江啟成要辦任何相關的兩岸的活動的時候 他也不會搭理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走到這個地步來講的話 國民黨可能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這個黨內派系 還有相關的這個部分來講 你兩岸政策的論述 你無法再舉行一個類似大辯論的這個概念來講 但是你這個朱立倫又是代表什麼東西 你看起來好像是個投機派的 他不太不太不太像是一個真正的完全有像 張亞中信念這種主張很一致的這種主張 如果是投機派的話 那他們會把他視為是不是王金平第二 或者是李登輝第二的這個概念 所以對中共來講 我說對北京來講的話 對朱立倫當選可能還是要觀察 但是我不認為說北京他會第一時間 就會馬上去力挺朱立倫 即便是過去有朱席會過 即便有所謂的朱席會的五點共識過 但是那五點共識到底朱立倫達到了沒有 我記得非常清楚 在朱立倫主席會的第一點共識當中 就有提到 未來要建構所謂的可長可久的機制 那句話表達意思就是說 希望把九二共識寫到國民黨黨章裡面去 未來不要說國民黨 你這個換了一個黨主席之後 你還要再去重申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你的黨章 但是現在說真的 在臺灣來講 大部分老百姓都已經認為是兩邊 是一國一一邊一國的概念 然後大家都認為說 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從川普總統以來到現在為止 大家看起來拜登他們即便是民主黨執政 結果也沒有翻轉的對中政策 所以如果說你國民黨在站錯邊的話 事實上對國民黨未來執政可能是不利的 那如果說朱立倫他是一個未來沒有執政希望的一個黨主席的話 那這樣的話 國民黨的路線是不是應該要所改變 所以我覺得問題就回到一個老問題上面來 就國民黨裡面的兩岸政策論述 自己要去做一個確定 兩岸論述來時期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草成一團是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原資你在解釋嗎 你說是放的而已 我的確在二零一六年和平協議黨綱裡面有 不過你說你是放的 拆在那邊配而不用 因為目前還不是那樣趨勢 要慢慢慢慢 可是你現在來看 你這個兩岸牌如果不重新思考的話 主流民意就不站在你這一邊 那你要怎麼樣重新來執政呢 來時期怎麼看 我覺得朱立倫的兩岸關係 他勢必得會被整個黨的結構牽著鼻子走 就是說我覺得那是一整個黨的文化的問題 譬如說當初的江啟臣 他被視為是終生代唯一的希望 往中壯世代的 他也曾經試圖要改變這個黨過 他曾經要讓這個黨重生 然後要轉型 可是無能為力 為什麼無能為力 因為黨的那個結構會迫使他 沒有辦法往他認為應該走的那個中間去走 以至於在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所有的人都往了更極端的深藍的方向去走 而朱立倫在選前最後一天的電視廣告裡面講得也非常清楚 就是說他會針對這個萊豬公投的每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一個一個的發動罷免 也就是說他那個路線其實是越來越強硬而清楚 反美然後順著支持者的期待去走 所以當有這樣子的力道去拉扯一個黨主席的話 你覺得他在兩岸路線會往中間靠嗎 很困難啊 他勢必得往那個深藍那個地方 持續的走去 否則他就會被底下的髒粉啊 或者是這個黨員拉住鼻子走 就牽著鼻子走 畢竟國民黨的黨員結構 60歲以上的占7成 40歲以下的3% 3% 所以你說這樣的黨主席 他要怎麼樣子撼動 更何況在黨主席的選舉過程當中 不是曾經傳出來說 他也為了要安撫對岸 所以這個 有一個答題卷 有一個先打了一個考卷 然後找了一個前國民黨的陸委會的主委 這個消息其實不是空穴來風 朱立倫曾經否認過 但是這個消息為什麼會傳出來 就是因為真的就有人知道嘛 就有人有一些線索 有風聲了嘛 那所以你跟中國 這個偷來按去的這些溝通 其實目的都是希望說 啊未來啊 我們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關係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現在的中國 他要怎麼樣跟你維持一個好的關係 你就只有跪下來嘛 所以我要跟你維持好 你希望我跟你維持好關係的話 你就不能夠像之前一樣 哇還可以直挺挺的站著 不行 你最好給我跪著 不是跪著就最好給我趴著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他有兩重的拉力 一個是國民黨自己本身支持者的結構的拉力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拉力 所以當這個朱立倫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清美然後河中 沒這種空間啊 你美國的朱 你一個一個要罷免的時候 然後你回過頭來說 我要清美河中 你覺得美國人瞎子啊 美國人會看好不好 你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言行 美國人都會做判斷 那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個新主席的領導 我覺得國民黨的路線上面 只會往越來越深的那個方向去走 很難把它拉扯回來 那這樣不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鍾小平議員他的分析 他認為國民黨有可能走向一個什麼 現在是最大的在野黨 他說會萎縮會變成一個中型的 就是因為民眾黨相對小嘛 那可是相較之下呢 他會越來越萎縮 有可能會往那個方向去 你如果是說東主席沒有拿出魄力 然後該堅實的不堅實的話 朱立倫曾經當過黨主席 他當黨主席的時候 國民黨輸了三百多萬票 也就是說他當黨主席的時候 其實也搖搖晃晃的啦 就是看不出來他有 一個很強勢的能量 然後去帶領著這個黨 往哪個方向走 沒有所以他輸了三百多萬票 所以接下來的那個可能性 就會變成一大兩宗的政黨的這個結構啦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 不滿朱立倫的國民黨支持者說 啊我們要退黨 我們要加入民眾黨 就這種聲音已經開始出來 嗯 所以其實你看那個這個隔山觀虎鬥 然後笑到中風的吃飯都會噎到的 開心到噎到的這個柯文哲 就只要坐在家裡面等著人家 過來你民眾黨這樣就好了 他就會自然而然的壯大 這個是國民黨比較麻煩的地方啦 就是說你本來是最大戰略黨 可是眼下你必須要面對說 的確會有很多人離開 離開這個政黨跑去投靠民眾黨 因為投靠民眾黨 他可能是一個長大的局面 可是如果留下來你國民黨 他是一個萎縮的局面 那如果有志要從政的人的話來說 你覺得他要選擇哪一個 他是要會長大的還是會萎縮 所以我覺得我們支持者要思考一下 你看你不覺得 你看本來人家講說 如果是張小宗當選的話 我們很多的支持者要去民眾黨 或黨員要去民眾黨 那是他們自己表達說要的 不是說我們叫他們去的 然後現在朱元人當選 又很多人說我要去民眾黨 誰當選大家都要去民眾黨 這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他們兩個誰都不服氣誰 現在是因為你們自己搞成這個 所以我們支持者 我覺得就是有這種基因 但大家知道說 柯文哲也不是什麼 真的很好的人 就是大家繼續在國民黨打拼 我個人是對朱元人蠻有信心的 因為剛剛時期講說 上一次他沒有什麼表現 或者是大叔 其實那時候背景跟現在不太一樣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還是執政 畢竟他當主席的時候 黨內最有power的人並不是他 而且有執政包袱 那現在作為一個在野黨 我覺得主席就應該是要有power 應該是要展現他的那種力量出來 會其實是有機會的 因為馬英九當總統害了他 他黨主席沒有辦法展現power 執政一定會有包袱 這是一定的嘛 然後大家會把對執政的不滿 全部轉移在國民黨身上 那導致大叔很多票 而且那時候還有換柱的問題 所以種種原因 但是這一次我剛剛講的一些因素 通通都沒有 那至於說什麼和平備忘錄 我要很坦白講 如果不是這一次主席選舉 我根本不知道我們黨 剛剛有這個東西 我相信我們很多黨員 也不會知道這個東西 你這樣會不會開除黨 人家你正好有研究他都知道來龍去賣你就不知道 他那時候在國民黨 國民黨議員 你是黨部裡面上班你會知道 不然你去黨員調查一下 我九成以上可能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代表說這個事情並不是號召大家 留在國民黨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我覺得朱委員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2022年 有2022才有2024嘛 這就是以執政為目標 那你想要執政你一定要跟台灣的主流價值靠攏 如果你堅持一個跟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路線 怎麼或怎麼執政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原子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剛剛余將軍有提一個題目 我覺得好像沒有請你回應 他說要重用張亞中的這個部分 你怎麼看 這個我們不能消費張亞中教授 我覺得他絕對是一股很大力量 就是說他我覺得我們要檢討一個部分 就是說為什麼張亞中教授他他單就一個孫文學校校 他可以再次再一次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支持 而且那個聲勢是非常強烈 代表說這一群黨員 他對過去國民黨傳統的政治人物所領導的國民黨 其實是很不滿的 所以他們這次才會這麼的熱情 那我覺得不管是不是重用張亞中 我覺得都應該正視他後面的這股力量 就是說讓他們覺得說 現在國民黨是值得他們信賴 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不是張亞中當選 好像國民黨就真的不值得信任 我覺得我們要處理是這個問題 范老師 那個剛剛講過 朱宜倫說他當上黨主席 要把所有支持 美國豬肉進口的立委罷免掉 我現在幫袁茲講話 第一個先把板橋區的給罷免掉 民進黨良心板橋區罷免掉 袁茲就可以來地補了嘛 所以我是幫袁茲 因為袁茲最最真的幫朱宜倫很多忙 這次選黨主席 功夫可沒 要一定要給他一個機會 我不需要講 剛剛袁茲說 他不曉得我們國民黨有和平 他們政綱裡面有和平協議說納入 這個也不意外 因為我們知道朱立倫呢 他在美國問他三民主義 他竟然說是民有民智民想 那是林肯講的 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 民生主義民權主義 所以連朱立倫都不曉得三民主義是什麼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原資 說我們黨當裡面有和平協議呢 這個不意外了 不過我必須要講 大家都講到這個張亞中 他未來會不會回學校教書 很抱歉 張亞中已經從台大政治系退休了 而且他閒得不得了 每天就把說文學校的這個擂台 擺在中央黨部門口 找你朱立倫出來辯論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退休的教授最難纏 因為他沒事 而且因為朱立倫 在選舉過程裡面 把他惹毛了有沒有 所以可能會糾纏不休 大家不要 大家就說朱立倫是 親美和中 去年3月4日 那時候國民黨在進行 黨主席補選的時候 郝龍斌跟江啟臣PK 朱瑞倫那天發了臉書說 他是親美反共 是我們國民黨應有的路線 反共哦 請注意 講三遍 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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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 到最後要不要反共 你去見習近平 你要不要談反共 所以我覺得 朱立倫一路以來 在路線上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哪邊有機會往哪邊走 搖搖擺擺 相對於張亞中 他的一路以來始終如一 就是一個對照組嘛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想的是 趕到他當選黨主席之後 他第一個會去美國訪問 我敢保證 大家去拜訪智庫 看你可不可以見到越高層的官員 但是我剛 我不需要講AIT不是吃素的啦 你想要用這種方式去蹭美國 就像你這次蹭韓國瑜一樣 你看你可不可以見到什麼國安會 去進到國安會裡面去 然後進到國務院裡面去 美國會不會讓你蹭嗎 美國不曉得你在幹嘛嗎 你出來一定說 啊 美國人都挺我啦 美國人都很相信我啦 所以我必須要講他想要脫掉 那個深藍的外衣 到美國去希望能夠漂白 能夠洗白自己 我必須要講啊小心一點 到最後去之前先把路給 會見哪些人先搞清楚 而且不要到了美國去 本來要跟你見的人都不見了 那你就難堪了嘛 難道他覺得美國人這麼好騙嗎 對啊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這個朱立倫 他在選舉過程當中的每一句話 都會被大家所記錄在史詩裡面 未來都會拿出來一億來檢視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他還想要做那種 去跟美國討好然後再去北京 那習近平會不會真的見他呢 我看也未必 因為那一次他2016年那一次的總統大選 北京本來是期待他出來的 結果他呢規規縮縮不出來 後來變成紅袖柱 和六柱出來之後又把人家換掉 自己又披光上陣 這種搖擺不定 這種路線的這種模糊 這種讓習近平真的覺得 朱立倫不是一塊可靠的人才 那是這樣毛毛毛毛 會不會變成到時候來請教晃哥 是朱立倫照鏡子裡會不是人啊 他早就已經不是人了 我提醒大家一下 剛剛廷輝老師講過 他2015年在朱席會之前講過 兩岸同屬一中 其實更早在1999年 當李登輝前總統提出兩國論的時候 當時朱立倫是立法委員 他也是支持兩國論 他曾經肯定過兩國論 結果你們後來把當時參與 起草兩國論的蔡英文罵到狗血淋頭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真的朱立倫 是1999年的肯定兩國論的朱立倫 還是2015年兩岸同屬一中的朱立倫 還是這是為了選黨主席講要親美核中的朱立倫 我有點混亂 這個不是拿計算機在精算 因為關於國家定位的問題 他其實是你必須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說今天李登輝當總統權力大的時候 我就去挺他 去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看到大人的時候 我就去附和他 為了要選黨主席 為了要爭取選票的時候 我就去講一個 好像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話 所以為什麼我會在講說 其實張亞中 我佩服他一點是 他講出了朱立倫跟江啟成 心裡真正想的事情 他們不敢講張亞中講出來了 就被朱立倫抹成紅筒 好接下來朱立倫接任 因為江啟成剛剛已經講 他可能九月底就會提早請辭 所以可能下禮拜朱立倫就會上任 接下來你要馬上面對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十月中的陳柏惟的罷免投票 那這個可以稱他為政治工坊 關鍵是十二月中的四項公投裡面 有一項叫做反萊豬公投 反萊豬公投是江啟成當黨主席的時候領選提案的 那你朱立倫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要很清楚的表態 因為這個公投除了會直接關係到你所謂的親美路線之外 後面可能會影響到台灣加入CPTPP裡面的所有的談判 大家可能會想說美國又沒有會員 可是你別忘了 美國雖然不是會員 但是他對CPTPP裡面的會員國的影響力其實是極大的 好那你朱立倫你要表態你要告訴我們嘛 你國民黨黨主席對於反萊豬公投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是江啟成提的其實朱立倫有一個很好的台階下 因為黨主席換人了嘛 那我現在重新制定我的這個對我可能跟江前主席的想法不一樣嘛 可是江啟成很聰明啊 他今天已經先將朱立倫一軍啊 他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他說他以台中立委的身份 對他接下來會全力投入陳柏惟的罷免案跟反萊豬公投 他已經先出招了 那接下來看朱立倫你怎麼接招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朱立倫的挑戰是 到國民的剛剛講說國民黨可能會分裂啦等等 我覺得那倒是歧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朱立倫 你要先把你腦袋裡面的思路把它整理清楚 至少就國家定位這一塊 你到底是支持兩國論 還是兩岸同屬一中 要講清楚嘛 你今天身為一個政黨 你要帶領這個臺灣最大的反對黨 你這一塊必須要講得非常清楚 這一次張亞中挑起了國民黨所謂的路線之爭 但是我認為江啟成朱立倫兩個人都在閃躲 那接下來朱立倫 接下來就是落實你競選政見的機會 馬上十二月反萊豬公投 我們大家都眼睛張大在等著等你表態了 袁芝可不可以先簡單回應 朱立倫還是親美的嗎 當然親美啊 這也是張亞中教授一直在打 當然親美嘛 來鄭浩我請教 當然親美的朱立倫 然後反萊豬公投 他又要滷下去嗎 要刺下去嗎 我覺得要很認清楚一個現實的狀態 就是說在2016年以前 美國希望臺灣的領導人是個相對穩定 而且在這個亞太不要變成一個troublemaker 不要去惹事的所謂領導人 因為那個時候不要說臺灣 連美國自己的總統都要都要合中 然後都都要跟中國做生意 那時候叫歐巴馬 可是現在整個時間時空態度已經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們一直講沒有任何親美合中的態度 你兩面都討好 最後就是要兩面都不討好嘛 當你一邊要跟美國談的時候 習近平賀電不會來 然後國共論壇不會辦 甚至領導人要見面都不行 可是你如果持續跟習近平好像有一點點關係的話 美國也不會見你 所以2016年那時候朱立倫在選總統的時候 確實他同時見到了習近平 然後也到華府看得到他想要見到的人 這個東西其實坦白講 但現在沒有辦法被複製了嘛 所以我們前面一個小時談論是 朱立倫選擇中在黨內會面對到挑戰 就是張亞中這一挂 另外一個是你面臨到國內議題的挑戰 因為你現在是最主要反對黨 第一個當然是華哥講的就是反萊豬公投 反萊豬公投美國包含AIT或國務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就是臺美關係的入場券 那這個入場券你朱立倫拿不拿 這第一個大議題 第二個大議題是什麼東西 福島食品 福島食品是CPTPP的入場券 你的態度是回歸科學原則 去檢驗福島的食品 到底有沒有核污染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讓他進來 還是跟隨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反福島 反福島核食 這不同的概念 福島食品跟核食是兩件事 因為他是經過科學標準檢驗說 我告訴你我這些檢驗都是標準 OK的才出貨到其他的國家 所以我剛剛用詞是很仔細 一個是福島食品 一個是福島核食 那他到底是食品還是核食 裡面看的是輻射量 輻射量是一個科學上的問題 而不是政治的意識形態問題 那這些東西都是國民黨新任黨主席 就是朱立委員需要去面對 那這些東西都很難 我坦白講都很難 手心手背都是漏 你選擇任何一個你都會受傷 可是我講 你如果沒有辦法承受受傷的話 你沒有辦法往前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張卡中昨天在他臉書寫說 他已經贏了 對不對 為什麼他已經贏 他很清楚 他知道今天不管輸 最後選舉結果輸贏 他都在臺灣政壇有一定的話語權 因為他已經把某個意識形態的全部收割進來 所以呢 我現在鼓勵張卡中創黨 或是鼓勵張卡中加入新黨都可以 如果張卡中創黨的話 其實坦白講 是幫朱立倫解決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國民黨內部的腫瘤 惡性腫瘤 願意自己出去寄身別的政黨 或是自己創個新黨的話 這對朱立倫來說解決很大問題 所以我鼓勵張卡中創黨 但正好你有感受到說 往那個民眾黨那一股的流量嗎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有一些支持者 份額怎麼樣 份額怎麼樣 啊往黨啊 我不要這個黨 要民眾黨 有這種 我覺得左右都有 就是企劃 企劃 不是 因為假設是張卡中當選的話 確實有一些我講的 那時候我就預言嘛 會有什麼紅筒藍 戰鬥藍 還有退黨 會有一些部分人往民眾黨移動 那柯文哲也會順勢龐大 可是現在是朱立倫當選 那些人要往民眾黨的前移 是柯文哲要表現的 像張亞中一樣紅 一樣桶 這樣一絲形態才會兜起來 所以他有可能會擠壓 迫使一個主體人當選 迫使柯文哲往張亞中 或是往那種紅筒 或深藍路線去集中 擠壓 擠壓的狀況之下 那些人才可能移動 那對於民進黨來處理柯文哲 會更好處理 我提醒提供張亞中一條名路 因為他的得票數 大概是民眾黨現在黨員的十倍 張亞中乾脆借殼上市算了 呼籲你的支持者 全部加入民眾黨 然後改選黨主席 就變張亞中當黨主席 張亞中你就變黨主席 民眾黨新黨化 對啊 你就借殼上市的概念 張亞中拿六萬票 對啊 他是民眾黨員 超過十倍以上 你就乾脆全部去入民眾黨 然後借殼上市 那你隨便 你要改黨名 你要改選黨主席 你要變成什麼黨 那就隨便你了 張亞中教授 我們這集很重要 讓你來看看 那我們現在二零二四年 要支持柯張沛 這樣會不會更務實一點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為什麼 如果在張亞中的支持 支持者要進入到民眾黨的話 第一個優先的處理 要應該把柯文哲 把他趕出黨 趕出民眾黨 因為他要改選黨主席 因為你知道張亞中 其實張亞中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從自始到終 都是一致性的 就是說他紅筒 就是一致性的 他不是像朱立倫 這樣子投機分子 這樣子不斷的變動 那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也是屬於那種投機分子 所以就變成說 你如果這些人 因為他帶走一定是黃福興黨部 那種最最所謂的 忠貞的就挺什麼 所謂的中華民國派 或者是國民黨的 深藍的這一塊 所以他過去來講的話 一定要先處理掉柯文哲 不然的話柯文哲 這種所謂的投機派來講的話 在他們眼中看起來 也就是另外一個朱立倫而已 一切我覺得真的非常支持張亞中去民眾黨 因為這個我不是亂講 這絕對有依據的 他們的根源是一致的 張亞中崇拜是誰 孫中山 孫中山是怎麼出身的 醫生出身啊 那柯文哲最崇拜是誰 蔣衛水 蔣衛水號稱台灣孫中山 也是醫生嘛 上醫醫國嘛 那柯文哲也是醫國嘛 對啊 算我們很怕被他醫到啦 他臺北市都醫不好 對 醫國 醫事都醫不好 他醫國 不過沒關係 他有這個野心 我們也尊重 但是所以孫中山跟蔣衛水 在天堂上 應該會互相欣欣相惜嘛 所以他們的子弟兵 朱立倫 不是 講錯了 張亞中跟柯文哲 我相信他們也可以 共同來推動這個思想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朱立倫對於萊豬的問題 他如果是支持萊豬公投的話 他去美國 你等著他看 他去美國 美國一定會說 萊豬我們在吃 你台灣人比較 你們為什麼不吃 就跟日本的福島食品一樣 福島五線食品是日本天皇都在吃 你們台灣人不吃 所以你看昨天 美國的國務院的發言人 叫做普萊斯 他接受記者訪問說 哎呀那個台灣要加入CPTPP 你美國什麼看法 他說台灣是在WTO 世貿組織裡面一個非常負責任的成員 而且他擁抱強烈的民主價值 他認為這兩項呢 會是CPTPP 考慮台灣加入的一個重要的 他認為是重要的一個條件 表示怎麼樣 他是表達支持台灣嗎 什麼時候美國國務院 發言人要回答這個問題 他說我根本不是CPTPP的會員啊 你問我幹嘛 表示美國已經要開始推動裡面的 他的成員 他可以動員的票 因為他要全票通過 11個會員國都要同意 那有些國家可能 基於中國的壓力 所以我相信美國 雖然現在不是CPTPP的會員 但是他會用他所能夠的影響力 來影響這些國家支持台灣 否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不會那麼無聊嘛 就一直在講 還有講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將這個朱利盧要搞清楚啊 你對萊豬的問題 你最好這個時候做你要怎麼表態 要先拿捏清楚 所以你到美國去 你等著看別人怎麼質疑你 好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就從CPTPP來切入 我們稍後會仔細的來分析 台灣跟中國誰加入的機會比較大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這段我們來討論大事情 台灣宣布申請加入CPTPP 中國反應是什麼 當然是氣得跳腳 不過我們現在目前來看到 包括日本包括加拿大等等 他們是說也蠻支持台灣 也要協調台灣來加入 但是我們看到是澳洲媒體 他們特別點出一個國家 點的是秘魯 他們認為說秘魯恐怕是 中國施壓的一個目標 好我們一起來看 提出申請加入CPTPP 堅決反對台灣地區 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 台灣申請加入CPTPP 中國再度爆氣 但佈置主席國日本表態歡迎 澳洲貿易部長特漢更發聲明點出 澳洲正和其他會員國包括日本 加拿大等協調台灣加入 但澳洲媒體也點出隱憂 報導中直接寫到 會員國之一的秘魯 新任總統卡斯蒂略 曾表態要改善和北京的關係 很容易成為中國施壓目標 阻撓台灣加入 專家分析中國臺灣相繼申請 可能出現四種結果 包括中國主動退出 或臺灣跟中國只有其中一方 成功加入 也可能兩國同時加入 若是各國持續角力 加入時間 恐怕會不斷延遲 中國大陸的爭議 加入CPTPP 是為了妥協 接受這些新規則 還是藉由這個機會 進入CPTPP 想要來改變裡面的規則 自己做老大 就算得克服多到關卡 還是值得等待 因為一旦加入CPTPP 不只首年GDP 渴望成長百分之零點五二 二零四四年 更可能成長百分之二 但若不加入GDP 預估會倒退百分之零點五六 我國鋼鐵金屬石化塑橡膠 化學以及建材等商品 將可免去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出口關稅 紡織業出口越難 也不會再克增百分之十二關稅 政府未加入CPTPP準備多年 就盼這回出手能有好消息 我們要有好消息呢 當然是要評估一下說 目前我們磋商的這一些國家 我們要看看說 他們是比較挺哪一邊的 要去把這個整個風向來釐清 我們來看到的是 友台的 包括日本很清楚 非常多的相關的人等 比方說前首相安倍晉三 還有這個多位現任的 以及要角逐下一屆 日本首相的候選全部都表態 他們都是歡迎 也支持臺灣申請加入CPTPP的 澳洲更不用說的 澳洲呢 棄中國 棄得真的是牙癢癢的 那加拿大也跟中國有一些 眉眉嘎嘎 有一些就是不合的地方 中立的部分 說是包括越南 包括紐西蘭 還有墨西哥 那友中的部分 新加坡比較友中 因為他們也之前 這個中國申請加入的時候 他們表示說 我們歡迎中國申請 那秘魯的部分呢 這邊講說 有可能有一點點風險 然後是說 七月才上任的 這個總統呢 他曾經表示說 他的目標 有意思要改善 跟中國的這個關係 列作他的優先事項 那我們怎麼樣來看 目前的狀態裡面 如果說申請的 這一些國家 我們11個成員國 都要溝通過 然後都要挺臺灣 我們才能夠加入的話 那目前看起來 好像的確 剛剛新聞也特別講到說 秘魯的這一塊 怎麼樣來看 秘魯老師 我想我們政府在做事情 應該不是 我相信蔡政府 就是說他做事情 也不是說隨隨便便 就是馬上就提出一個申請案出來 事實上 他這個記者會當中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已經跟這11個國家 早是做過諮商了 那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或者說有什麼困難的話 假設如果有一兩個國家 都還沒有辦法 同意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他不會那麼快的 趕快把這個東西丟出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反推回去 可能這幾個國家都已經談好 那我們再來只是要分析一下 這幾個問題 就是說日本跟美國其實是最主要的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TPP 本來就是美國的架的舞台 只不過因為後來川普是暫時 就退出之後 那這個拜登呢 他說他要先處理國內問題 所以以後再來加入這個經貿協定 所以不代表說美國不加入 那美國他如果想要加入的話 一定不可能說裡面會擺一個中國 入這個協議吧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中國我認為他不太可能進來 那既然中國不太可能進來的話 那其他國家來講的話 在美國的主導之下 特別是包含日本 你看日本的外相講話 他事實上都已經有表達這個意涵了 就歡迎 那如果日本外相貓米充講的 就是歡迎這個概念 然後所有的包含未來 有可能待在日本首相的 這幾個候選人當中 陸陸續續的表態 再加上安倍晉三表態的 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台灣在入會的部分 來講的話非常的這個 這個機會非常高 那當然我不是說百分之百 但問題是說 有剛剛有這個媒體懷疑說 有可能包含像這個 這個秘魯或者是馬來西亞 我先講一下秘魯好了 不要忘了秘魯的前總統 他很多都是日本人出身的 就日本跟秘魯的關係 不是外界所想像的 那個秘魯前總統叫藤森 他本來就是日本人 只不過後來因為貪污罪下來 然後後來倒為日本 那事實上日本在秘魯的 投資的產業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日本是挺台灣的話 難道日本不會去 這個所謂的打龍一下秘魯說 你也幫個忙嘛 不然的話這是我叫的舞臺 你也至少你算 秘魯算是日本的 小老弟的情況之下不會叫他好好聽個話嗎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會懷疑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秘魯 現在目前的政府是有左派的這個這個當選 但是他只說要跟中國改善關係的原因是什麼 那也是因為他是左派社會主義的這個思維 跟中國站在一起而已 但是為什麼每個國家都講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所以秘魯如果是在美國跟日本的同時的壓力之下 那我不相信秘魯不會轉向 所以我反倒不是擔心秘魯 那再來你看到新加坡跟紐西蘭 是因為跟我們已經早就有FTA了 所以紐西蘭跟新加坡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怕說明年這個輪子主席國換成新加坡之後 會不會新加坡比較變化了 事實上我跟新加坡很多官員接觸過 他們說如果我擔任主席國的話 通常要維持中立 我不能說這個偏擺在哪一方 那如果大家在討論的情況之下 主席國有自己的立場來講的話 這個新加坡從來不幹這種事情 新加坡他除非是什麼 像緬甸像泰國這種國家 他才會幹這種事情 新加坡絕對不幹這種事情 那自然越南來講的話 跟中國之間的這種關係緊張關係 然後現在越南又這麼多的產業 跟臺灣是掛鉤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說以就這幾個國家 來看的話 當然現在馬來西亞 我再講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這個之前政黨輪替之後 馬哈迪擔任這個又回復九十幾歲的這個資格 然後再回到這個擔任總理的時候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馬來西亞未來要學日本 我不想再學中國 為什麼學日本 因為日本他做事情比較頂張 對不對 日本做事情比較有助於馬來西亞未來的前途 那後來他把這個東馬 西馬地區的那一條一帶一路的這個鐵路 當然跟中國重新移駕 那本來中國就用一帶一路來拉攏馬來西亞 但是最近就發生很多事情 既然中國派了蘇三十的十六架蘇三十 就闖入到這個馬來西亞這個油田的上空 在那邊耀武揚威 你覺得馬來西亞會這樣子會就牢過中國嗎 然後再來最近這些事情 就是馬來西亞的這個空軍 跟美國的這個航空母艦來進行聯合演習 那也就是讓這個這次第一首次發生的就是說這個馬來西亞 他也是用蘇三十的這個戰機 然後跟美國的這個航空母艦做這樣的這個全盤軍事 也讓美國的軍隊瞭解到說蘇三十的性能是怎樣 所以馬來西亞是偏到美國這邊來了 因為他已經開始也是選邊站了 所以如果我們環顧一下所有國家來講的話 秘魯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 這有可能比較輕重 這三個已經大概被拔除了 所以我認為說臺灣加入的機率真的是可以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要記住一下事情 如果臺灣這一關沒有過的話 像國民黨有可能在那邊亂萊豬 或是亂福島的食品來講的話 這一關沒有過的話 我相信了 就未來來講的話 臺灣的機會可能就流失掉了 就沒有任何的其他機會了 我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這個時間點剛好是美國反中反的最厲害的時候 如果說在美日都在強力的支持臺灣的情況之下 臺灣還是沒辦法加入CTP的話 那不好意思以後可能機會就變得更小了 原資國民黨可不可以以國家為重 拜託一下 以人民的食品安全為重 但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萊豬跟福島食品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進萊豬 他的確就是有放寬 那個萊克多巴胺的那個劑量 就10ppm以下 所以你是有風險會吃到萊劑的 可是福島食品 可是他那個萊劑也是科學劑量 是就是說人體危害的 但是這個東西 標準值以下 但是這個東西就一直見仁見智 因為當初Codex在做這個表決的時候 其實他都他只差兩票 所以這個 你們去吃萊牛吃了那麼高興 也沒有很高興 原來是那麼勉強 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 而且那一家也沒有啦 他是零啦 後來他不是又出事一個人 他是胃檢出不叫零檢出 胃檢出代表的是在政府同意的範圍內 叫胃檢出 我現在講的是不一樣 那福島食品我覺得是其實可以證明說 如果他沒有受到核輻射的影響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個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個還是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說到時候福島食品有核污染 那還是不行啊 所以我覺得還是站在這個食品安全的角度啦 那另外就是萊豬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我們之前都吵過非常多次啊 並不是說你只要反萊豬就是反美啦 因為之前民進黨其實馬英九說要進美牛 來美牛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在反啊 我們也不會認為說民進黨是反美國 你只是在為那個人民的健康把關嘛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後來其實他們的主張 是為了重返自政 那是後來 你要問問看說當事人啊 美國他們怎麼樣看嘛 他們有沒有覺得說你這個反萊豬就是在反美國 我覺得萊豬這個就尊重我們臺灣民意嘛 因為公投其實民進黨也會講嘛 就是說這公投過了 可能會有造成什麼影響什麼之類 那民眾來做一個決定嘛 那至於說CPTPP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當然都是贊成啦 就是說最好嘛 剛剛那個廷輝大哥講的那麼點 我都很高興 原來都擺平了這樣子 我們可以有機會加入 關鍵是說加入之後 對國內的產業的影響 就是政府有沒有做好準備 比如說到時候所有的國家 我們的關係都降到零 像汽車產業 農業產業就是首當其衝 因為我們現在對於汽車跟農業 都有大概十幾%的高關稅 在保護我們國內產業 之前我們加入WTO的時候 那時候政府是有變一千億的基金 就是說如果政府能夠保護好產業 可以評估過後衝擊 然後一一的針對這些問題做解決 其實大家都 當然我們知道產業非常的多 那整體來講 應該是利大於弊 來時期我請教 其實我們在看這個相關 已經被有簽署的十一個國家裡面 今天我們進一步比較知道的揭露資訊 是說有一些沒有投票權 因為他還沒有獲得批准的 比方說認為說這個問來 也是比較跟中國比較好的 那馬來西亞剛剛其實庭文老師 也有做一番的解釋 還有智力的部分 但是他們並沒有投票權 所以我們要打點這以上的幾個國家 那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大家看到 日本對我們表達歡迎 我們都覺得好像習以為常對不對 我們來看到這邊 沒有習以為常 我都很感謝 我們感謝 但是我們覺得說日臺友好 好像就是一進往那個方向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的好朋友 挺臺灣加入CPTPP 這個落落腸兩百 包括前首相 所以加起來是這個都是大咖 加起來有十三個人 這是民黨臉書所揭出來的 那我們看 朱日代表謝長廷 他有特別表達一件事情 他說其實你以為這樣 好像輕輕鬆鬆就到手 他們就支持我們 事情沒有那麼樣的簡單 你說日本敢這樣公開表示歡迎 或者是支持我們來參與 變成會員國 這個是絕無僅有 這明明台日關係非常重要 我覺得超難得 為什麼 是因為日本人通常是一個 比較含蓄的民族 所以當臺灣要申請遞件加入CPTPP的時候 他們是毫不掩飾的 直接表示說歡迎臺灣的申請加入 就是說他那個過去 看起來就我們對於日本的 這個印象當中 他比較含蓄而保守 可是他對於臺灣的支持 從來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這當然是難得的 為什麼這麼難得 我覺得當然也是我們自己很爭氣 我們跟日本本來就維持著 持續深化的好關係 那更何況我們之前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臺灣為了要申請加入 這個國際的這個經貿組織 其實我們內部也盡可能的 在修很多相關的法律 我們自己做足了準備之後 才去遞件 然後也跟其他的這些參加的國家 完成了這個非正式的雙邊諮商 也就是說日本也看到臺灣的努力啊 不是說我因為很喜歡臺灣 所以我就歡迎歡迎歡迎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講到臺灣我們要申請加入CPTPP 其實有一個蠻科學的論證 是說我們整個排名上面 我們來看 這邊外交家雜誌他的主編也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叫做夏書 他說我們純粹就經濟體質來看 臺灣對於這個CPTPP而言 我們是一個自然性的非常的合適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會有一些政治因素 比方說中國強烈反對等等 大家就會看到說怎麼樣一個這個條件 比方你這個勞權的部分 環境的部分 國家補貼這些中國應該都過不了關了 那特別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在這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 我們排第六名 中國的排名是第107名 然後所有這個CPTPP的成員當中排名最高 第一名是新加坡 墊底的是第90名 我們排第六名 我們有可能進不了嗎 我們進去的機會應該蠻大的吧 其實除了經濟自由度之外 CPTPP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叫網路的自由度 那臺灣的排名是全球第五 那中國是墊底 所以其實不管就主觀或客觀條件 臺灣絕對都有這個機會跟這個能力進入CPTPP 但是我們有信心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他是共識決 所以你只要有其中一個會員國反對 臺灣就進不去 那中國在接下來一定會利用他的外交上的影響力 去設法去慫恿其中任何一個會員國來反對 所以我覺得臺灣對於每一個會員國來講 你不能因為說這個誰表態支持 我們就比較忽略他 或者說誰誰還沒有表態 我們就要趕快趕快去爭取 也不要說因為有難度你就放棄了 絕對不行 因為他任何一票反對 我們就進不去了 那明年新加坡當輪子主席國 我的研判 我認為日本在今年底交接輪子主席國之前 他會趕快把工作小組成立起來 就比照英國的模式 英國是二月申請 然後也成立了工作小組 那工作小組成立之後 明年就交給新加坡 其實我覺得中國這次是偷雞不著18米 他故意好像要找臺灣一個禮拜 中國在國際上一直想打壓臺灣 但是明年新加坡在處理這個入會案的時候 你不能只處理中國你必須處理臺灣 那變成說臺灣跟中國就同框了 我們就一起站在這個舞台上 所以反而中國會比較尷尬一點 好我們來看中國多尷尬 尷尬到他們做了一個唯心之論 你來看這個是環球時報發文警告 明明就看到美國 美日印澳這幾個國家 一起已經就是釋放安全對話都召開了 可是他說什麼 他說美國會拋棄你們 會把你跟當垃圾一樣 就像當初美國在阿富汗拋棄盟友一般 這顯然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來正好 中國生氣的表示有什麼事情做對了 我覺得這是很清楚 現在整個世界有一個叫做抗中五四三 五是指五眼聯盟 四是指四方會談 三是指奧克勒斯 美國英國跟澳洲這三個聯盟 這叫做抗中五四三嘛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奧克勒斯 是談核子動力潛艦 五眼聯盟談情報交換 我們今天談四方會談 四方會談在今天開始在我們今天台灣時間的凌晨 四個國家領袖開始做四方會談 其實這四方會談其實有具體決議的 第一個決議是支持法治航行跟飛航自由 他們沒有講說要去對付誰 也沒有講說關鍵在哪裡 可是你看到講說航行跟飛航自由 台灣跟南海每一次有軍艦經過台海的時候就說 這是依據國際法的自由航行權利 然後有軍艦經過所謂南海的時候就說 這是國際法限定的自由航行權利 意思是你中國不要把南海跟台海當作你的內海 那當南海跟內海變成國際海的 國際海洋法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那台灣當然就是國際上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其實他這件事雖然沒有講白 可是很多事近在不言中 那支持他另外一個決議是支持太平洋的小島國家 那指的是南太平洋 不要以為小島國家是台灣 南太平洋的小島國家 指的就是南太平洋那些人 實在出現的是澳洲來主折 因為其實他離澳洲是最近的 那這邊如果可以打住的話 可以守住的話 第二島鏈跟第三島鏈可以一起把它合起來 所以你看這個抗中聯盟五四三很有趣 有無業聯盟原則上跟三個國家 其實是重疊的 可是在四方會場 特別把兩個亞洲國家納入 變成他們的交集 印度跟日本 這兩個國家 除了在所謂情報區制之外 一個在印度上可以代替非紅供應鏈的世界工廠 還有世界市場 這很重要 而日本可以處理什麼 中國內部 如果我們接跟中國切割的話 那個科技的部分 日本可以協助美國 所以整個整體的大局勢 我認為抗中五四三已經成型了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剛剛在聊CPTPP 那中國的機會是什麼呢 胡錫進他有講 他說 我們這個現在十一個成員國裡面 有中國的朋友 我們只要一個反對的話 臺灣你就沒機會了 結果中國網友說 請告訴你 哪一個朋友 然後另外一個講說 你這個叫做無中生有 這朋友都會寫出來的 那我們講說朋友的部分 你就是戰狼 你要怎麼樣找朋友呢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個新聞訊息 是這樣 戰狼外交官 這個是鼎鼎大名 駐瑞典的大使 他叫做貴重友 他傳出即將要離任了 開始打包了 然後當地媒體怎麼樣評論他呢 他是非常罕見的 沒有外交手段的外交官 甚至有評論說 如果有瑞典的朋友會想念他的話 應該也不多了 范老師 瑞典當然我們知道他是全世界 民主國家的非常先進的一個國家 而且非常強調人權 那我們知道中國駐瑞典大使 今天竟然被國會 國會要代表是民意 這樣要求你離開 這是非常難堪的事情 就表示你在瑞典的表現 是深獲瑞典人民的不滿 所以才會有國會做這樣的決議 所以我覺得 中國這種戰狼外交 已經到了各國人民 非常厭惡的地方 大家還知道嗎 法國的中國駐法國大使 盧沙爺 也是一樣 你在看之前 捷克 中國駐捷克的大使 到張建民 那個時候捷克的議長 韋德錫來台灣 他還供 就是要求他不准來 然後前任的議長本來要來 他還威脅他 結果這位前任議長 到了中國大使館 去參加中國的國慶之後 沒幾天就不幸往生了 所以他的死因也是大生